过去的小半个月可以说是中国明星走出国门 到国际舞台上展现明星气场的真光时刻 小花赵露丝与书星软萌可爱 迪丽热巴 杨幂气场全开 哪怕是一向低调的男明星 也成功出圈展现了中国演员的风采 米兰巴黎的时装周落入尾声 国内的时尚活动也开始更为激烈的较量 在甘肃举办的一场时尚活动上 大花聚集张子怡、高圆圆、毛阿敏同框亮相 而能够挤入这样的大花阵营的年轻人 还有一位电影咖文起 从秀场的安排来看 这次的看秀活动为了迎合秋冬的主题 选择了比较荒芜寒冷的室外 主办方的创意十足 但是这样的秀场也更考验明星的气场和时尚度 毕竟在一堆枯黄的杂草中 有的人就像是厨地的 有的人却星光无限 虽然年轻的艺人往往更受市场的欢迎 但是大花、前辈的气场 真不是一般小花压得住的 比如文起单看文艺感十足 在映照里充满自由的灵魂 解开束缚的及时感 可是在现场生涂中 文起的体态并不出色 围上厚重的围巾 更有一种驼背颓丧的感觉 相比之下 已经过了黄金时期的毛阿敏 却做到了气场全开 白色的挺阔西装搭配施法造型 时尚感在线 而且女强人的大佬感十足 在照片里 毛阿敏的状态特别松弛 她的笑容自由绽放 脸上的每一道岁月痕迹 都和草原不羁的风格完美契合 也难怪 毛阿敏已经如此低调 但是还是在一众年轻人 内卷严重的秀场上 得到了品牌方的青睐 历练和沉淀而来的气质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展现出来的 秀场上令人意外的明星还有很多 著名演员郭柯宇 虽然并没有大红大紫 但是长了一张超模的大气脸 五官精致 脸星辨识度在线 唯一遗憾的是 演员始终是演员 面对这样的红毯秀场 还是有些不自在 在走红毯的环节 郭柯宇全程暴毙 选择的这套服装 也有几分秋衣的感觉 整体的气质 有点像在东北穿着秋衣出门的虎妞 被动的瑟瑟发抖 另一位气质出众的女星 是演员黄璐 她的服装风格更符合大众的审美 绵软的毛衣质地 让她整个人都散发着温柔的气质 重要的是 黄璐的丹凤眼尤其高级 乍一看她真的没有演员的烟火气 反而一身走梯台的模特感 对服装的驾驭 秀场眼神的把握 都成功强调了 我的草原 我的马 我想杂耍就杂耍的霸气 当然了 以上这些女性朋友 基本上是靠自己的调性风格和品牌 达成了合作 整个秀场关注度最高的人物 还得是张子怡和高圆圆 熟悉高圆圆的都知道 她自从结婚之后 在演艺事业上就越来越低调 如今回归秀场 很多粉丝期待满满 但是高圆圆的表现 只能说是稳定发挥 她选择的这一身成衣相对普通 而且材质硬朗 高圆圆的气质属于文艺的温柔感 所以这一套衣服的风格 就和她格格不入 另外 44岁的高圆圆 虽然状态已经非常年轻了 但还是能看出她脸上的胶原蛋白 在渐渐流逝 尤其是她仰头的时候 脸上的法令纹特别明显 在对大特写的照片里 能明显看到高圆圆眼下的细纹 40家的女人 不可能完全没有岁月痕迹 同样44岁的张子怡 也扛不住高情的镜头 但不得不说 岁月对张子怡十足偏爱 即便是特写镜头里 观众也只能看到一些肤色不云的问题 眼角细纹和法令纹 这些无可避免的岁月痕迹 在张子怡的脸上 根本找不到半点影子 很明显 张子怡是妥妥的骨相美人 年纪越大 越有韵味 无关和脸星都特别抗老 在张子怡和高圆圆两人的同胖照片里 这种对比更加明显 当镜头对准了一排女明星时 张子怡的皮肤最白 面对镜头她自信从容 轻轻歪头微笑 将身上这套颜色平和 气质温柔的毛衣 展现淋漓尽致 但反观高圆圆明显有些拘谨 坐姿刻板 表情尴尬 鼻子两侧的法令纹又深又重 别说是肌肤零瑕疵的张子怡了 就一旁年纪更大的毛阿敏 也没有这么深的法令纹 如今看来 年轻时候的高圆圆 虽然美貌气质出众 但只是昙花一线美 四十家的她生活的离镜头越来越远 不论是气质还是星光 都不及国际女星张子怡的魅力 而张子怡这几年 说是颜值回春 越老越年轻都不为过 其实张子怡和高圆圆 都把生活的一些重心挪向了家庭 不同的是 除了家庭生活之外 张子怡还是会时不时的出现在大众视线的中心 参加一些真人秀综艺 或者接一些像志愿军这样 品质出色的电影 在已经结束的国庆假期里 张子怡在志愿军中的表现 就惊喜了很多观众 她不仅能驾驭秀场的镜头 也能从容应对高清镜头 电影里她塑造的翻译官 气质温柔 底色厚重 看起来只有三十出头的样子 戏份明明不多 却用气场成功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当然了 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 高圆圆虽然并不活跃 但也很享受自己的生活 曾经就有不少网友拍到了 高圆圆骑着单车 接送女儿上学的画面 她低调随意 但也正是这份佛戏 让她在需要比拼星光的场合 被同龄女星张子怡咽压 总而言之 秀场比美 一直都是时尚圈的老习惯 张子怡和高圆圆 作为这次秀场上 最具关注的两位女星 年纪相仿 但气质和状态却差距明显 正是这样的对比 给品牌秀场 带来了一些额外的媒体价值 最后 你更喜欢张子怡的状态 还是高圆圆的佛系从容 在评论区参与讨论 留下你对二人秀场表现的评价吧